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说怎么种萝卜吧 萝卜的吃法很多,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心得吧 别忘了留言分享哦 萝卜的品种非常的多,各种颜色都有 最常见的就是白皮白肉的萝卜 烧菜烧汤焖煮腌制,样样都好 还有绿色的萝卜,绿皮绿肉的国内叫水果萝卜 辛辣味比较淡,质地爽脆,枝多肉嫩 还有很漂亮的大红萝卜,妖艳的辛里美萝卜 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品种 挑品种的时候很容易会让人挑花眼的 我个人是很喜欢萝卜的,而且更喜欢国内的品种 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吃法 我发现我的视频里几乎都有这么一句话 某某菜非常容易种 不过萝卜确实是非常容易种的 农村里都是种子随便撒撒就等着收了 我这里呢,就是把新手容易犯错的地方提一下 这几点稍加注意,什么萝卜都能不费力就种出来了 首先,品种和季节的选择 请记住这一句话 秋冬季节,几乎所有的萝卜都好种 春季种植一定要选择晚熟不容易抽台的品种 萝卜的生长周期是这样的 苗期长叶子,比较耐热 跟进膨胀期,凉爽的气候可以促进跟进膨大 而且质地和味道也相当好 跟进膨大了以后,如果气温很低 几度甚至到零下几度 那么萝卜就会进入冬眠,停止生长 同时,跟进还能继续维持很好的品质 所以萝卜是非常适合做冬厨的菜 一般秋季种的萝卜不容易抽台 也是最容易把萝卜种得好的季节 过了冬的萝卜,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温 天气回暖了以后会迅速抽台开花 这是春化作用的影响 如果大家选择春季种植的话 请避免1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 并选择晚熟不容易抽台的品种 春季种植的萝卜根茎会比较小一些 长得快,抽台也早一些 所以家里春天要种植萝卜的话 不要种的太多了 不然放不久也吃不过来 萝卜的最佳生长温度是15-22摄氏度 高于25摄氏度就长得比较弱了 有些萝卜比较耐热 在比最佳温度范围更热的条件下 也能长出根茎 但是品质和味道就略逊一筹了 我自己很少反季节种菜 自己种菜涂的就是新鲜健康好吃 而时令的蔬菜是最好的 第二肥料和土壤 有机肥是首选 家越多越好 土壤要疏松透气 水不能太多 不然萝卜容易烂掉 需要追肥的话撒点蛋铃甲均衡的肥料 第三种植建具和光照 光照要足建具要适当拉开 小萝卜半尺建具 大萝卜可能要一尺的样子 不过自己家里种建着吃的话 种的密一些也没太大问题 萝卜的病虫害问题主要是牙虫 牙虫的预防方法我在以前的油菜新的视频里也提了 选择早熟品种不过度密质 及时摘除老业病业 光照充分保持良好的通风 适当套种和建种 这些对预防牙虫都很有效 最后提一下萝卜是直播还是移栽的问题 萝卜非常适合直播 出芽快 苗期长得快速 苗期要是伤到根茎 以后会影响长出来的萝卜 所以一般我们不建议移栽萝卜 确实需要移栽的话会连着周边的土壤一起移 不过如果我们用育苗盆来育苗 整个苗的根连着育苗土拿出来 不会伤到根茎 所以这么给萝卜育苗移栽不会有问题 对于庭院种植来说 这种方法更好吧 省时省地也容易操作 这个视频还是去年冬天录的 忙着忙着夏天就过了一半了 北方的菜农们要准备秋种了吧 怎么样今年种萝卜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支持兔妈 别忘了点赞留言 订阅我们的频道 访问我们的网站 asiangardentodeple.com 可以挑选你喜欢的蔬菜品种 美国这里其他地方没有的蔬菜品种 我们都有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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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